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很多人在家做的肥肠又腥又油腻 今天就告诉你们家庭版最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10块钱的熟肥肠 给它切成小段 青红椒清洗干净后去掉辣椒地 再斜刀给它切成片备用 锅里面水开之后我们下入肥肠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肥肠的腥臭味道 差不多焯水1-2分钟左右 就可以把肥肠捞出来了 锅里面倒一些菜籽油 油热之后我们放入沥干水分的肥肠 然后开大火给它煸炒 把肥肠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这样吃着就不会腻了 炒到这样表面微微金黄就可以 如果喜欢比较干的口感 可以多炒上一会儿 然后放点葱姜蒜 给它继续翻炒 进一步的去腥增香 接着再倒入一包的小炒料 把料汁炒出香味来 多给它翻炒几下 让料汁和香味都能散发出来 这样肥肠会更加的入味 最后我们再倒入青红椒 大火炒至断生就可以了 差不多炒上十几秒就行 青椒有一些清脆的口感比较好吃 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简单的辣椒炒肥肠就做好了 色香味具全 肥肠香而不腻 越嚼越好吃 配上清脆的辣椒 能吃上三碗米饭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 就点个赞关注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 拜拜